欢迎收看明星斗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选秀节目都会用直播的方式记录成团业 披荆斩机的前妻也一直宣称将用直播的形式与观众共同见证17人唱演家族的诞生 怎知却突然变卦改成了录播 据悉披荆斩机成团业将于10月25日拍摄结束 正片将于10月29日晚上线与观众见面 最终的成团名单不单提前被曝光 词条还直接被推上了热搜 不得不说成团名单作为节目收官最大的悬念以及看点 提前曝光大大降低了播出效果 根据网友爆料 陈小春以超高人气战获第一名 直接C位出道 而张志玲 严承旭 林志炫 张静 赵文卓 李承炫 黄冠中 张奇等高人气哥哥也全员成团 其余几个出道位则是花落给热狗 盖 欧阳静 柳佳 白举刚 高汉宇 谢天华以及张云龙 在进入决赛的22位哥哥中 17位哥哥原地出道 而尹正 胡海权 李响 李珠贤以及林小峰五人 则是与出道位时之交臂 就最后的成团名单看 大致都在观众的意料之中 除了张鱼龙以及盖有所争议之外 李响无缘出道位让不少人一难平 常言道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不管最终成团名单是怎样 相信都有人会不服 既然如今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大家也只能选择接受 况且随着披荆斩及成团业阵容大曝光 莫文类 宁静 七威等众多当红明星云集 成团名单已经不重要了 要知道 披荆斩机作为浪劫后 又一档现象及总益 关注度可见一斑 再加上芒果台在邀请嘉宾前 一向是大手笔 所以成团业阵容相当豪华 之前就一直产言 节目组力要张艺兴 王嘉尔等明星加盟 随着阵容的曝光 张艺兴等人确定出席 通过已经官宣的阵容可以看到 披荆斩机不仅有星光翼翼的22位哥哥 还有一大波大咖助阵 其中咖位最高的当属莫文类以及宁静 宁静的地位自然不用做多介绍 莫文类在乐团的地位举足轻重 这次空降收官业 大家对她的期待值爆表 除此之外 披荆斩机成团业 还会有七对明星夫妻 高调合体 七位嫂子亮相 无疑是当晚最大的亮点之一 除去已经在武功亮相的应彩儿 袁永怡 蔡绍芬 张丹璐 韦佳 还有李承轩的妻子七威 以及盖的妻子王思染将加盟成团业 对于不少观众来说 七威缺席武功实在是一大遗憾 这次她在成团业与李承轩合体 期待值直接拉满 王思染的名气 虽然不如蔡绍芬 七威等人 但她也曾参加过芒果台的综艺 新生日记 与盖的高天互动 备受观众喜爱 这次两人合体也是值得大家期待 由此可见 披荆斩棘成团业将迎来 陈小春 应彩儿 张志玲 袁永怡 张静 蔡绍芬 七威 李承轩 盖 王思染等七对明星夫妻 高调合体的盛况 妥妥的撒狗聊现场 可以说各位哥哥们一路披荆斩棘 努力和坚持做到最好 可以说成团的最后并不代表着结束 而是一个开始 而陈小伦 春也是用自己的能力 热情点燃了成风破浪的姐姐 成团的团魂 毫无疑问 她在舞台上最亮的仔 从第一次组队开始呢 就展现出了自己不服输的想法 和过瘾的实力 经过多轮的认识与了解之后 陈小春是展现出了自己极具才华的一面 可以说她的C位成团是实至名归 近日 陈小春出席某节目 在采访时 她表示 哥哥总决赛已经近在眼前 这部仅仅是向观众交出的答卷 也是哥哥们对自己最终的心结 总结 在录节目就能够感受得到 哥哥们玩得很开心 没有特别紧张的输赢 更多的是一种享受 特别是张志玲 张静 时常抱怨 蔡少芬 袁永怡 不怎么 怎么不送饭菜 总点外卖 随后呢 陈小春也抱怨到 披荆斩棘录制完收官之后 张志玲 陈小春这两个哥哥 没事就往我家里跑 自己很是嫌弃的 对此呢 大家也是不解 而陈小春表示 你们说张志玲 张静做客也就算了 还不送礼物 不发红包 还白吃白喝 甚至还说 这次参加各个节目的零花钱 都充功了 只能来我家蹭饭 其实我的零花钱也充功了